便宜 吧 别人若开口是兼言欲语 我一开口就出事 那如果你也有这样能力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灰心 因为这只是过去人对他的误解 他其实是有个名词叫做特异功能的 你看好萊塢店也拍過 X戰情是不是 別人要花好多力氣打來打去 你只要一開口別人就出事 這種多酷的一件事是不是 好 那我們並不是音樂節目 所以我們就不要談論這麼多歌曲的事情 我們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常聽到人家說 這個車是後輪驅動 超熱血 好厲害 或者是聽人家說 你買車一定要買四輪驅動的車 這樣才夠安全 那這個前驅車 後驅車 四輪傳動車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談一談 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驅動界的專家孔霸 那據說他無論是前驅 後驅 四驅 沒有驅的車他都試過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孔霸 你怎麼會從這邊出來呢 我走錯地方了 好 沒關係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這幾片也放過 好 好 那我們先從 最普遍的前輪驅動 那你跟大家談 前輪驅動 顧名思義就是 四個輪子前面兩個在喘動 對 對 那為什麼前輪車會比較普遍呢 因為最早汽車發明它 都是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對 那其實 最早汽車是做給貴族使用的 對 那後來 它開始要走向 人人買得起 一般人買得起 那它勢必要 降低它的售價 那降低售價就要節省它的製造成本 對 那前驅 它是前置引擎前輪驅動 那它其實是相當節省成本的一個方式 對 少了這個傳動軸 對對對 因為那些都是成本 而且據說它的空間性也是比較好 因為像後輪驅動車其實 車身中間會有一個 有人說叫龍骨啦 龍骨 對對對 就為了安置傳動軸過去 那前輪傳動車 它就不需要做這個東西 那相對它的結構簡單 然後地板可以做得比較平整 對 那空間就比較大 而且前輪驅動車是比較好上手啦 有大部分都是這樣做 因為以前在雪地開過 就是前驅車 就是它後來有開過冰的時候 後面就是出來 尾巴出來 那其實我很簡單的反檔一次 它就可以修正過了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 它是比較好上手 對 還有雖然是 但其實它也是有缺點啦 如果你要性能車座前驅的話 它就是有所謂的轉向不足 對 對 對 轉向不足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轉向不足一般來講就是 你想要路那個彎 可是你車頭會離那個彎越來越遠 這個就叫做轉向不足 你就一直想要讓車頭轉進 譬如說要轉那個左彎 對 你就發現不對啊 你整台車進不去 是慢慢往右邊 對 對 比你預期的 轉向比你預期的方向少 我們一般這個叫轉向不足 對 那當然也是前驅車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而且你前輪又要負責轉動 又要負責轉向 它的負荷 其實負荷很大 對 但是還是有很多車 還是做前驅 那雖然它有很多電子系統的幫助 是 那是在天氣好的時候 是還可以跑很好的車 對 只要一下雨 對 我記得以前開那個 車大概才170匹吧 前驅車 遇到下雨 哇 發麻還會跟你打仗一樣 對對對 那個整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前驅車 它輪胎狀況好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會讓你困擾的事 所以一旦輪胎狀況不行 它的操控感是 是一直下滑的 對 對 好 那如果你要買性能車的話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後輪驅動 後輪驅動比較經典的就是有B&W 賓士 對 那大家都說後輪驅動是比較有操控駕馭 樂趣的 那到底是為什麼 應該說早期的後驅車 早驅動 對 因為現在可能都為了安全 所以其實是做比較中性一點 轉向是比較中性 以前一大堆電子系統 對 對 那早期後驅車是因為 因為其實你過彎的時候 補些油門 它後輪是會有點往彎外滑 比如說你左彎 你補油門的時候 它車尾後輪是往右邊跑出去的 那你就會覺得 我左彎怎麼錄得更順 彎彎得更順 對 所以 他們會覺得說 所謂的後驅車就是可以用油門 當第二個方向盤 對 你去控制你的後輪滑移 讓你的前輪更好錄彎 所以前驅車是轉向不足 後驅車是轉向過度 對 轉向過度 就是 大家說什麼飄移啊 甩尾 對 像你看頭文字D 86就是後驅車 它如果是前驅車應該 低不起來 雖然86馬力沒有很大 但是它就是因為有後驅的設定 對 就是相對價格的需求比較高 對 那有轉向過度 這種事情 那當然在路況不好的時候 它失控的時候 對 所以相對來講 會比前驅車要 需要更多的駕駛技術 跟駕駛經驗去彌補 因為 也只能這樣 在以前那個年代 對 你要把後驅車開好 基本上要有 業餘車手的水準 一般駕駛人很難處理 對 現在的後驅車 我記得你過彎 只要 哪個地方出 步驟沒有用 對 你在補油 它是不讓你補油的 那個 循跡系統的介入 對 它是把你的油門切斷 然後就有個錯覺說 哇 我技術怎麼這麼好 不能去 其實就是電腦幫你救出來 對對 其實現代車 應該當然講說 後驅調的很中性 前驅也調的很中性 對 因為最重要原因就是 一旦出狀況的時候 它電子系統比較容易幫你救回來 所以 他們 現在都是變得很中性 對 那剛剛有談到前驅車優勢 就是它有空間利用比較好 那後驅的就是有缺點 就是有個龍骨 對 龍骨 就變你後座 中間第三個人更難做 因為它必須 雙腳要避開那個 中央那個凸起 對 而且它引擎是直的 對 相對它會比較進來一點 對 車頭會很長 空間也比較不好 對對對 所以現在很多車廠像 甚至一直出後輪驅動 B&W它也開始推出 前輪驅動 對 比較入門的車款 因為它的空間真的是比較虛 對 好那我們再進入 下一個就是四輪驅動 四輪驅動 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奧底 對 不然你就蘇巴路 對 或者以前那個EVO EVO 對 那四輪驅動 它的特性就是 循跡性比較好 循跡性比較好 到底什麼意思 因為以前的 不管是前驅 或者是後驅 它的引擎動力 譬如說我是百分之百給前輪 對不對 那我後驅是百分之百給後輪 那四驅 一般正常來講 我是前面百分之五十 後面百分之五十 對 那相對 你任何地方有打滑的時候 它其實 另外的輪子它還是有動力 引導你前進 對 比較先進的一些 甚至還可以一個輪子 對 比較大的扭力 對 對 那這樣 大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以往的概念就是 四輪驅動就是 越營 對 或者是 Rally這種賽車 對 脫困啊 這種路面 一定比前驅後後驅比較好 那 是不是 搭載四輪驅動車 就一定比較安全呢 理論上 它的配置是比 前驅跟後驅更好 但是我之前有去過奧迪的駕訓班 那個教練是講說 它好的時候很好 可是一旦你突破它的極限 其實你要把它救回來 是最困難的 對 它 黏得很牢的時候很牢 那一旦 失去抓地力的時候 因為它 過彎速度其實早就比前驅或後驅快 對 那相對你 速度更快 那個慣性更大 所以變成說你一旦突破它極限的時候 是不容易處理的 其實四輪驅動系統它有分為性能取向 對 性能的車 還有一些是真的是越越野取向 對 性能取向像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Nissan GT-R 對 東引戰神 對 那這套系統跟Rover這種越野車上面 就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包含它的動力分配 對 性能取向 純電子 性能取向可能就前面比較少 後面比較多 對 還有一點就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看你的配胎 對 有些性能取向的四輪驅動車款 它配的還是熱熔胎 對 之前就發揮過很多 好天氣的時候應該會很好 對 EVO啊 蘇巴路啊 GT 這些車主 它以為說 我的四輪驅動就無敵了 是 什麼下雪下雨 一樣速度在飆 油門全財 結果就時速跟你跟他講的一樣 救不回來 對 不知道他要幹什麼 很難救 對 那還有一點就是 大家會問說 我們台灣真的需要四輪驅動嗎 以國內來講 我覺得 柏油道路蠻普及的 對 對 你大概 全省95%的地方 你都到得了 對 除非就是去年突然下雪了 對 但是下雪 我們也要看你的配胎是什麼胎 就算配胎胎 可能也很難上去 對 像國外會比較需要四輪驅動 一定是寒冷氣 常常下雪 譬如說 加拿大 北海大 東北 比較寒帶國家 對 其實在台灣 同樣的修旅車 你買到前驅 其實就夠了 對 第一個它就是比較省油 對 然後它的重量也比較輕 對 不一定要買到的時候 印象中就是 一定要四輪驅動 對 不過有比較麻煩 它四驅車的配備 已經是比較好的 對 很兩極化 因為它就是高規格配備 都給四輪傳動版本 對 不過四輪傳動它就是 比較重 比較耗油 耗油 對 然後包養 因為它一些耗材啊 什麼差速器 對 你那個時間到你就是要更換 對 相對就是 會多一筆開銷 那就 有 有得有失 看你要的 追求的是什麼 對 對 好 經過我們今天這麼 詳細又簡短的分析 你是不是知道 你下一台車該買哪一個驅呢 哪一個驅 前驅 後驅 還是市驅 還是步驅 腳踏車 好 昨天節目還是一樣 沒有人為大雄留言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 來看他的寫真照片 非常的帥氣 髮型 鬍子都非常好 好 那我們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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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